去講高雄的問題啊 這一點難道真的是民進黨已經放棄了這個台北嗎 當然我們覺得最遺憾的還是柯文哲缺席這麼重要的電視辯論 那就表示他的市政經不起檢驗嘛 我覺得還有一個要值得注意的問題啊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叫我們舉自己的號碼 為自己加油啊 姚文哲你們注意到他嗎 他舉的是四號 難道真的是在打假球嗎 姚文哲今天炮火不止柯文哲對你之外 還有一個人是韓國瑜耶 他是在跟韓國瑜選嗎 我覺得真的 他在台北市這麼重要的這個選舉聲論裡面啊 去講高雄的問題啊 這一點難道真的是民進黨已經放棄了這個台北嗎 國民黨高層現在有傳出就是說 就是怕柯粉跟韓粉會流 然後禁止韓國瑜跟你等台 就是接受到這樣的消息嗎 我覺得沒有耶 現在我們反正六都啊 都是國民黨權力的這個造勢 那麼大家就是為了國民黨的慎選 一起努力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大家真正選舉啊 還是要讓我們自己的 徵就自己的選情啊 權力的拼搏 權力的衝刺 那面對現在可能搭假球的姿態嗎 後面三個禮拜的戰略要怎麼就是進攻 我覺得我們會仔細的這個觀察 你可以看到蔡英文到現在為止 即使替姚文智站了五次台啊 從來沒有批判柯文哲 連姚文智自己都質疑啊 他們的蔡主席啊 這個 浮選的力道可以更強一點啊 那在這次的選舉裡面 也可以看到一開始的時候啊 民進黨就不想提名啊 那跟柯文哲是合作的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確實要仔細的觀察